林郑雄是我的祖父 他是当时王某军校的筹备委员之一 林郑雄他参加了两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的时候 当东征打下来以后 表决石就马上任命他为东江警备失恋 黄浦军校建校百年纪念日临近 黄浦军校首任管理部主任林郑雄之孙林丹生 专程从澳门来到广州长州岛 向黄浦军校就职纪念馆捐赠他整理的新书 林郑雄与黄浦军校 黄浦军校二门左侧房门上 张挂着的介绍板明确该处及当年管理部的办公室 并附有一张管理部人员的盒友 林丹生目视相片颇为感慨 这里就是黄浦军校里面的管理部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 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就是林郑雄 很多朋友跟我说 这怎么可能啊 他是管理部主任 他应该坐在中间 我坐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相片的时候 我第一个直觉就是认出他 因林郑雄在1964年病逝 出生于1970年的林丹生 并未见过祖父 林丹生近20年来 一直在两岸即港澳地区 收集林郑雄的史料 从而深刻了解并理解了祖父 当时因为他是出荣在清朝的末期 当时清朝政府就已经就是非常的脆弱 经常被西方的列强就欺负这样 他就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清政府的无能 所以他那时候就对自己 可能立下了一个雄愿 就是要通过军事强国 自己就努力地去学习这个军事 据史料记载 林郑雄1908年2月 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时 被保送到日本留学 先入日本陆军镇武学校完成预科学业 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 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中国留学生第十期骑兵科 在那里也开始认识了孙中山 然后就深受孙中山思想的这个熏陶 就此生不渔地追随他一生的革命 孙中山在广东这边成立这个广东军政府的时候 他也一直就跟随着这个孙中山 从事一些革命的活动 所以孙中山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 林郑雄的军事能力 以及这个管理能力的 黄埔军校创校之初 设政治 教授 教练 管理 军需 军医六部 其中管理部人员最多 办公地方最大 确实挺忙的 因为我在我找那个资料当中 他就除了就是负责效果之外 还有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帮学校做那个衣军服 还有那个军旗 还有负责那些招生的一些登报 跟那些报纸联络 叫那些学生来报道 刚开始招生的时候 叫那些学生就是你报名了以后 你又来这里报道 考试通过以后又限制了这里报道 但是非常的忙碌 你看他管理的这个范畴 范围是非常的多的 采访间隙 林丹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林郑雄于1962年 在广州中山纪念堂 孙中山塑像前的刘影 可能来到中山面前 可能也想 也许向他做一个告别 因为他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再来造一个这样想 因为他对于孙中山来说 是非常崇拜的一个人 因为从我找他这个资料当中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他那种心情 或许他也跟上山说 革命还未成功 现在还没有同意 林丹生还将自己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 赠送给黄埔军校旧纸纪念馆 上书 百年黄埔精神永续 在林丹生看来 黄埔精神就是爱国精神 统一的精神 在澳门生活工作多年的林丹生 注重通过民间的力量 促进两岸即港澳地区的交流 我也就是希望我们当地澳门的一些青少年 又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也跟我们台湾那边的青少年多点交流 还有跟内地的一些学生们交流 因为他们这一辈的年轻人 可能是思想会更加的活跃 想法会更加的多 可能这样我觉得让年轻人 能够更加的凝聚在一起 感谢观看